大婷怎么样了 我那兄弟 这回怕是惹下大祸 我哥怎么了 你急死我了 你快说呀 那三十个劳工 被日本人抓去做实验了 实验 做什么实验 这把日本人 把鼠疫还有祸乱 放在活人身上 拿他们做实验 什么 拿活人做实验 不会吧 你是听错了吧 我手下的弟兄亲眼看见的 这帮日本人就是畜生 就在平房那边 每天都有活人进去 就是不见有人出来 这中间 有俄国人 朝鲜人 还有革命党 那三十个人也被送进去了吗 目前还不确定 一般被送去做实验的人 先关到城西监狱 在那里做鼓励 不死也得掉层皮 然后才送去做实验 你能确定 那三十个劳工 还在监狱里吗 你哥那不是有名单吗 你去把它弄出来 我让我的弟兄 再去查识一下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书包 你怎么突然 对劳工事情感兴趣了 这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钱啊 这件事情 跟你我都没有关系 别管他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学生 他哥哥呢 为军梦提供了三十个劳工 可这三十个劳工啊 现在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好多家属啊 闹着要找这些人 沸沸扬扬了 你说的是那个叫赵达的人吧 这个没用的家伙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些人 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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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你真说过马路他们 我们大日本帝国 在哈尔滨有一个 活体实验工厂 他们都被送去 做活体实验了 马路他们 做活体实验 嗯 太残忍了吧 你不要管神事 来 喝酒 不说他 你先喝 你先喝 大人君 记住 你现在是 一名为帝国服务的军人 帝国的利益 高于一切 高于一切 好 好 好 你知道啊 我这次 赚了多少钱吗 嗯 那个叫赵达的家伙 没头脑 是我利用他 是我利用他 是以招工的名义 找了那些劳工 他还以为 是我帮他 找到他父亲的下落 他敢救我 现在那些 找不到人的 劳工的家属 肯定找不过他 来 来 欣一轩 这种钱 你也挣 按照中国的老话讲 叫伤天害理啊 有钱 为什么不挣 这些 劳工 现在还在 陆军监狱里 再过两天 就被送去 活体实验工厂 到时候还有一批 新的劳工 哦不对 应该说是马路的 马路的 新的马路的 还要来 我 还能挣 还能挣一大匹 干杯 马路 马路 这批马路要来 我要大大的挣他一大匹 一大匹 你们 你们中文说 人为才死 鸟 鸟 鸟喂食嘛 对不对 大师君 我今天喝多了 可能要说了很多 不该说的话 把他忘了 把他都忘掉 好 我说段话 提早换下司机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好的 确保万无一失啊 没问题 好 你们过来 这是咱们的行动路线 大家看 这里是平房跟市区的交会处 这个地方啊 叫平家澳 周围树林茂密 也是押送三十个劳工的必经之处 咱们最适合在这动手 所以明天啊 咱们早早的在这埋伏着 等卡车一到 咱们就动手 老林 你的任务比较繁重 明天你的车 一经过这个三叉路口 就想办法让车停下 我们等你的信号 大家注意啊 明天的行动动静不要搞得太大 一定要确保三十个劳工的安全 枪法一定要准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分头准备去吧 对 老林 放心吧 没问题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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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坏了阿龙距离 快 下去展拿一下 好 先生们 盛四代 展示你们枪法的事不到了 展官下里帮我忙吧 好 好 哪里坏了 那会儿有根线掉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 别怕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鬼子这是要抓你们去做人体实验的 你们啊回去之后先别回家 消理时间再回去 快去 谢谢大哥 你们是 你别问这么多了 赶紧跑吧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快去吧 快去吧 谢谢大哥 快 我们走 走 车 老乡文 快往那边跑 我怕那边不安全 你也是来救我们的 是的 咱们可是遇到好人了 什么也别说了 赶紧撤吧 快 乡亲们跟紧点啊 往那边走